浅效忠残酷的反抗 第一章 苏若若的受辱 苏若若曾经是名门千金 如今却成了东宫太子的奴婢 他被迫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每天过着屈辱和痛苦的生活 太子朱衡一向喜怒无常 对他更是冷酷无情 苏若若的美貌和才华在进攻前引来无数追求者 但在进攻后 他的光芒被无尽的苦难所掩盖 太子朱衡对他不仅施以酷刑 更时常以言语羞辱他 他深知在这个皇宫中 他的一切都被禁锢在朱衡的掌控之下 第二章 不屈的反抗 某日 苏若若再也忍受不住这无尽的折磨 决定冒死逃离东宫 他计划了一场小心翼翼的逃亡 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东宫 然而 他的行踪很快被发现 并被带回了东宫 朱衡大怒 冷冷地说 居然敢逃 那就让本宫挑断你的手筋脚筋 看你怎么逃 苏若若 你且记住 一日为奴 终生为奴 他将他狠狠推倒在的 手中的剑闪着冷冽的寒光 苏若若微微一笑 从嘴角一出鲜血 他轻声说 我偏不 说吧 鲜血从他的嘴角喷涌而出 朱衡惊恶地看着他 发现他已服下剧毒 你服毒了 苏若若 没有本宫的允许 你不能死 快叫太医 不苏若若 你若死了 本宫要把你风干了 挂在东宫 日日鞭吃 朱衡歇斯底里的吼叫 仿佛失去了理智 第三章 生死之间 太医匆忙赶来 尽力失久 苏若若在昏迷中感受到生命的流逝 但他并不惧怕死亡 他宁愿选择自我了结 也不愿继续承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在昏迷的状态中 苏若若回忆起自己曾经的生活 那时的他是那么的自由快乐 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而如今 他的生命被困在这个黑暗的宫廷中 成为了朱衡的玩物 然而 他的反抗并未白费 他的勇气和决心震撼了朱衡 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柔弱却坚强的女子 第四章 太子的转变 苏若若被救回一命后 朱衡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他不再对她施以酷刑 也不再用言语羞辱她 他开始关注她的生活 甚至尝试与她交流 这一切都让苏若若感到难以置信 但他明白自己必须保持警惕 朱衡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他对自由的渴望 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寻找逃脱的第二次机会 在与朱衡的互动中 苏若若渐渐发现 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孤独 朱衡的冷酷和残忍 是为了掩饰他内心的脆弱和不安 他开始尝试用理解和关怀去打动他 改变他的内心 第五章 内心的挣扎 朱衡的内心开始出现矛盾 他一方面对苏若若的坚强和勇气感到敬佩 另一方面却无法放下身为太子的骄傲和权威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试图寻找心灵的瓶颈 苏若若的理解和关怀 逐渐温暖了朱衡冰冷的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仇恨转变为理解 从敌对转变为同情 朱衡开始意识到 苏若若并不是他的敌人 而是一个值得尊重和爱护的人 第六章 自由的希望 经历了这一切 朱衡最终决定放手 他知道苏若若的自由是他应得的 而他自己也需要寻找内心的平静 朱衡决定帮助苏若若逃离东宫 让他重新获得自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朱衡亲自护送苏若若离开东宫 他们在黑暗中互道珍重 朱衡说 苏若若 你的勇气改变了我 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苏若若深深居了一宫 感激地说 谢谢你 朱衡 愿你也能找到心灵的平静 第七章 新的开始 苏若若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远离了宫廷的阴影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重新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朱衡则留在宫廷中 继继续面对自己的责任和挑战 但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开始学会以理解和关怀去对待身边的人 两人的命运从此分开 但他们之间的那段经历 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成为他们成长和变化的见证 结语 浅笑中残酷的反抗 是一个关于勇气 爱和改变的故事 苏若若的反抗 朱衡的转变 都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写照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